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7 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小说 与小说一起聆听世界的天籁 本节目由东风日产天籁冠名播出 演唱 李宗盛 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 大家看见刚才瞎比回一通 演了一个很不成熟的小戏剧 我就不多说为什么了 总而言之会聊一聊 跟器材有关的电影的一些有意思的事 大家知道这艺术这东西 其实不光是艺术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是随着技术在进展 尤其是这个艺术 艺术大家看看 一天到晚说七大艺术 建筑 音乐 舞蹈 诗 雕塑 绘画 电影 电影是最晚来的艺术 其他这六个艺术 都是很久远很久远以前了 从人类有了文明 有了文化开始 就有了建筑 就有了雕塑 就有了绘画 就有了音乐 比文字还早的音乐 然后就有了舞蹈 慢慢慢慢这些都演化成了艺术 然后有了文字 诗是比较后来的事情了 后来就特别特别晚了以后 到一百年前 那其他艺术都数千年了 有上万年的都有 然后突然来了个新的艺术 叫做电影 虽然其他的艺术 也跟技术有很大关系 技术的进步 就是会影响一部分 比如说建筑 原来技术没有那么好 建筑只能搭成那样的 到现在建筑 已经弄大裤衫都出来了 因为结构力学 各方面已经进展成各种各样 音乐也是 音乐其实你说今天你听摩扎特 依然很好听 也不是因为技术的进步 音乐就更好听 只不说是因为技术的进步 音乐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技术的进步 最起码是有了话筒 那音乐就从 为什么大家这么唱歌 因为没话筒 没有扩音器 没音箱 哥们得一人站那儿 把两千人的剧院 全都在听着唱歌 OK 我们现在有电了 有音箱 有话筒 所以你就可以 有简吹眼神 你们大家都听有 诗是最不受这影响的 绘画也比较少受技术的影响 到今天依然是一块布 然后一堆颜料 可能有一点点技术的进步 就是那颜料 但是那种进步已经细致又细 今天你用电脑写诗 和当你用毛笔写诗 这不叫技术进步 这没什么区别 雕塑可能有一点 比如说能够切割金属 能够融化金属 你可能有一些新的进展 总而言之 这些全家起来 对技术的依赖 都没有这小弟弟 所以套加入 七大艺术家庭的这位电影 最开始我拍电影的时候 我们那个灯光照明 师傅老师 我们最重要 我们得先接上电 我们得先登在那 我们没电 你们哪有影 你们就没有影 电影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因为技术进步诞生的 也因为技术进步 在一百年里 快速的向前发展 电影可能一百年的技术进展 可能超过了 很多其他门来的艺术 五百年 甚至一千年的发展 大家想想 刚开始有电影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 其实一开始是记录用的 还没有诞生艺术 因为艺术要有一套 艺术自己的规律 艺术自己的语言 不是光有了器材 不是光有了技术 就有了艺术 大家现在看到 卢米尔兄弟最开始的 那些所谓的电影 今天看来连纪录片都不讲 就叫一段胶片 然后拍的什么工厂下班 火车进展 然后水焦园丁 当然学术界有些讨论 说水焦园丁算不算第一个电影 因为你讲工厂下班 火车进展 这肯定是不能算电影 因为它没有信息 它没有情节 没有故事 没人物 但水焦园丁呢 就是园丁那浇水 但是忽然水焦自己一身 当然你非要说这是喜剧了 终于开始诞生了电影的艺术 也可能从那开始 当然咱们今天不讲电影史 虽然是我正儿八经 做那儿学过的东西 我反而不想想点事 因为我学的时候 就快睡着了 我觉得好无聊 看那些末片等等 但今天回头想起来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中国的电影 末片是很简单的 中国末片就是把台上的 京剧给拍了 所以中国的第一个电影 也就是末片时代的电影 就叫定军山 我也不知道拍它干嘛 因为那时候的电影没声 定军山怎么着 也得听见那大角跟他唱吧 但是听不见声 就看一哥们那儿 比喚了一通 好在拍的定军山 因为定军山唱的段落 当然有 但是重要的是打 最后老黄忠冲下山来 斩杀了白脸的夏侯渊 所以电影开始 在不依赖的声音的情况下 就开始了艺术的探索 当然这探索是很有意思的 今天你回头看 一个艺术崭新的 蹦出来以后 大家向前探索 速度之快 真的是想起来都令人 很震撼 很感动 末片时代最伟大的那些电影 首先就是 战舰脱墙金号 那是苏联社会主义电影 但是在电影的语言上 在电影的艺术上 是起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整个世界的电影 以至于现在去全世界 哪个电影之间去上课 他都会讲到战舰脱墙金号 因为那是第一次 拥有了蒙太奇 第一次发现 这个镜头之间的阻截 产生了这么多的意义 而且连续的阻截 产生了这么多意义 之前先做小实验 叫库里夏夫效应 库里夏夫效应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库里夏夫 就拍了他一个镜头 他就这么待着 看一个东西 后面接了不同的镜头 一个是美食 一个是一个死去的小女孩 一个是躺在沙发上的女人 哇 观众看了 又说库里夏夫 简直就是影帝 老戏骨 你看他的表情变化 多么细微 他看美食的时候 那个欲望 看死去的小女孩的时候 那个怜悯等等 给他独解出一堆表演的细节 其实就是同一个镜头 这就叫蒙海奇的效应 就是当两个镜头组接的时候 不是加法 而是成法 就产生了崭新的意义 甚至产生了崭新的地方 所以《战绩培伤金号》是 第一次完整的 成功地使用了 蒙太奇的各种意义 蒙太奇创造新的空间 看蒙太奇创造节奏 甚至创造了时间 这个是很有意思 《战绩培伤金号》 一场最著名的戏 所有电影学员 都顶礼摩拜去学习 叫奥特萨阶梯 其实讲的就是 水冰起义了 然后大家来镇压奥特萨的人民 然后就是军队向上走 人民四散逃 然后老太太很紧张 哇 有一婴儿车 一直垫垫垫垫下来 其实整个拍了七分钟 但是放了九分钟 它是用蒙太奇的手段 延长了这个时间 对我们来说 大家觉得这有什么呀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可是大家知道 当年电影刚诞生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 拿这个摄影机怎么拍 最典型的是到非洲 那都很后来了 到非洲去发电影 最开始连特业镜头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拍特业镜头 情绪就强烈了很多 但非洲的人民全跑了 因为什么呢 一看以为头给看下来了 哇 所有观众都跑光了 说这斩首了 而且头还能动 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到非洲去放个电影 放电影以后 导演就去听说 大家在谈论什么 结果没有一个人 谈论他电影里的情节 每个人都谈论一只鸡 导演说 我这电影哪有鸡呀 后来就回去 说再仔细看一遍 慢慢慢慢摇这个胶片 仔细把自己电影看了一遍 发现有两格 在一个角落里 有一只鸡 结果说明信息的匹配 就是观众 关注的东西 是他们熟悉的东西 或者他能够feel for的东西 结果观众熟悉 就是那只鸡 所以全村谈论那只鸡 跟我们这儿鸡不太一样长的 大家才知道 原来一个镜头 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两格 那时候16格 只有八分之一秒 人们已经有记忆 那经过了这些简单探索之后 三个地方同时开始向前走 苏联拍出了伟大的 《战线飞翰机号》 尝试了整个蒙太奇的 精妙的组合的各种手段 你想《战线飞翰机号》是70分钟 一共有1300多个镜头 将近1400个镜头 各位今天都不能想象 大家知道1400个镜头 一个电影是什么意思 今天只有非常剧烈的动作片 就像《大物生》里的打戏 那确实有一两百个镜头 因为那闪得特别快 因为它产生新的动作 因为《蒙太奇》能导致 你本来做不到的动作 它分了几个镜头剪 你就能做到这个动作 只有这样快速的这种动作片 或者不停地打 那种美国洒片 差不多能有1500个镜头 好莱坞电影当然追求商业了 所以它虽然变成有声电影之后 突然就慢下来很多 因为有了声音了 而且有了大明星 然后慢慢拍 后来也越来越快了 过去是动作片 有1000多个镜头 现在这个节奏快的商业片 也能有1500个镜头 动作片可以到2000个镜头 甚至3000个镜头 甚至更多 但是这个东西 也是有这个极限的 就是如果平均每个镜头 都短于1.5秒的话 人的视觉是受不了的 坐里头看梁老师 这东西不行 广告可以看30秒 说每个镜头都特短 我也拍过30秒广告 几十个镜头的也有 我给打印机拍过一个广告 就镜头数特别多 只有30秒 李小璐演的广告 挺有意思的 那时候因为李小璐 刚跟我拍完 《我新飞翔的电影》 所以就又一起合作广告 那广告还得了 一个什么赢奖 爱我 为什么没有你 正常的一个电影 讲情节相当于 战典特长镜头 你要重拍一下 500个镜头 600个镜头 最多700个镜头 就可以了 但你要看 很多得奖电影 贾张科老师的电影 数了半天 200多个镜头 就拍下来了 贾张科的美学 当然它就是那种 真实的了 排出天意了 等等这样的美学 所以他用的镜头很少 每个镜头都很长 大家看到站台 我最喜欢贾张科电影 就站台 那么长的一个电影 两三个小时电影 就100多个镜头 就拍下来了 那个时代 战舰颇将近号 居然用1400500个镜头 为什么呢 这个特别有意思 因为你没有声音的手段 你没办法对白 你缺乏把一个镜头 延伸信息的能力 那一个镜头 没有声音 只有画面 那这个镜头信息量就小 那怎么样用 小信息量的镜头 组合成一个 大信息量的电影 那末片时代 那些大师们 做了大量的探索 那当时苏联做到了最高峰 美国做到了赚大钱 美国迅速就把这事商业化了 然后就拍出了大量的 末片喜剧等等 伴上了四大末片喜剧天王 主播林是末片时代 最伟大的大师嘛 拍了那么多 大家耳熟能详 那些末片 城市之光啦 大独裁者啦 摩登时代 咱就不多说了 中国也是 中国是跟着美国走 中国也产生了软铃玉啦 等等啦 这些大明星 但是中国走上了 一条反映我们这个悲惨的民族 新贤人主义的道路 其实中国当时的末片 一点不落后于世界 甚至比当时的 高口尖二什么 这些日本导演 拍的末片要更好一些 欧洲走上了 他们传统的那种 先锋艺术道路 因为欧洲 主要是他们自己认为 是全世界的先锋 所以他们拿着东西 立即走上了诗画 探索画 先锋画 新浪潮等等的 去探索一堆很有意思的东西 日本走上了一条 很奇怪的道路 跟他们那个传统艺术 结合起来了 就是其他的地方 最多演播片的时候 是有个乐队在那 有个人弹钢琴 或者个乐队在旁边 就是同期的给你伴奏 日本就变成 有一人在旁边说话 有一人在旁边 演 真演各种东西 和那个东西结合起来 走上那条路 但是那条路没走下去就死了 真正把电影艺术 奠定了到今天 电影艺术基础的 是这三个地方 苏联 欧洲跟美国 说完这儿 要多跨一句苏联 咱们因为在很多很多期节目里 痛骂恶国 痛骂苏联已经很久 当然了 我们主要是从政治上 政治上 他们这个确实有问题 但是从文化上要讲 那必须得向他们挑个大不止 你想这个地方 按说远离西游 美国这些 那个时候的最繁荣的中心 但是他们的文化和艺术 无论那个门类 都不落下风 这个事简直太骄傲了 说到文学 任何一个全世界教文学的 没有人能忽略俄罗斯的文学 没有人敢不讲普希金 不讲托尔斯塞 不讲契克夫 不讲国格里 尤其是不讲托尔斯塞 你就别讲了 那俄国的一大票子 这些伟大的文学家 一点不弱于欧洲那一大票 以及美国那一大票 不管多如是讲 搬给什么人 俄国这些人 永锤文学史村 音乐就更是了 你提起音乐 你家西方什么时候 你也得演 天鹤虎 你什么时候得演 得演胡到家子 俄国最来劲的是 不但是不落下风 而且独树一帜 这个事太神奇了 他们始终有自己非常明确的风格 你听这个俄国的音乐 你看俄国的文学 你看俄国的电影 你看俄国的绘画 当然了 你有一种共同的认识 这个认识就叫 好压抑 好阴沉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由地理决定的 因为文化 地理就是最基本的文化 那俄国这么辽阔的国土 这么漫长的黑夜 这么寒冷的 大半年 春天它只有一次啊 秋天是假的 生活多遥远 你所有的明媚都很短暂 在俄国出趟门 从莫斯科去趟圣彼得宝 哇天 那漫长的茫茫雪原 你坐在那里面 你再不产生点伟大的文学 伟大的绘画 伟大的音乐和伟大的电影 那你真的是浪费了 这么漫长和黑暗的道路 这么寒冷的孤寂的道路 就是你能感觉到 整个俄国的拍出来的东西 包括它的绘画 它的音乐 它的文学 有一种强大的那种空间压迫感 包括你看奥特尔街体 包括像燕南飞 包括你看伊万的童年 包括你看第41 哇俄国在苏联世界 拍出多少伟大的电影 所以每当这边说 哎呀我有审查制度 不会拍电影 我就说审查制度 导致你不会拍电影了吗 那苏联的审查制度 不比你 那时候拍电影导演 什么列宁的一个尾巴 等等 这导演就一般拍完了 就开始收拾好牙刷牙膏 毛巾 收拾一个皮箱 每天坐在床前 等着被契卡抓走 契卡就是当时的 苏联的肃反机关 就相当于后来的可格勃 而且一抓走 发配西伯利亚 万里之遥去了 依然拍出了那么伟大的电影 这个黎冰金瑶桥 今天依然在西方电影圈里 还是教材 他拍出了一种 画不出地图的环境 他用各种这样 有意思的手段 大家说再画一下 这德国鬼从哪空降下来的 然后这几个女兵 是怎么跑都画不出来 德国人的艺术 有一种他们独特的 极乐的魅力 当然了 美国当然也是地利决定了 首先是来的人 都不是贵族吗 所以美国没有欧洲那种贵族 或者被贵族养殖的那些艺术家 你看欧洲那些艺术家 要么您自个儿就是一贵族 丘吉尔还得过 德鲁文学奖的 丘吉尔本身就是公爵大人 美国可没有 美国既没有贵族 衣食无忧的做那些东西 也没有贵族伯杰夫人养着你 所以大家看到美国的文学 美国的艺术 美国的电影 上来就是要生活 就是要生存 所以你看到 有时候感觉到很粗粒 就是颗粒很粗的感觉 尤其美国的文学开始 当然美国的一切 是跟着美国的文学向前走 大家想想美国的文学 都是谁写的 大量的大作家 都是记者出身 为什么是记者出身 因为当我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当我得诺伯伯文学奖之前 当我的书被卖掉之前 我也得吃饭 我不是欧洲那些老爷 我怎么吃饭 我只有一支笔 没别的能力 那我就拿一支笔 当记者 虽然是为了吃饭 但是训练了你 简练的能力 训练了你写东西 要卖掉的能力 当记者就在卖报纸 你那写的东西没人看 你主编肯定给你开了 说对不起你别写了 所以他们记者出身 从小拿起笔来 就知道怎么写 能把报纸卖掉 当他写自己小说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怎么把这东西卖掉 当他们拍电影的时候 他们也在想 怎么把这东西卖掉 所以我觉得 整个这个电影的诞生 你看到他的艺术 好像很新颖 但是最后 在哪里生根 在哪里开花 在哪里结果 结果还是 哪里的文化土壤最深厚 他就在哪里开花结果 那全世界当时的 代表了最先进的 前进的 就是仨地方 所以在卒联 在欧洲 这个在美国 分别把电影艺术 从三个方向 像一起融合 有声电影来了 那电影就慢慢 更有规矩了 当有声电影来的时候 首先收到的是 末片时代大师们的 激烈的反对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好粗俗 声音一出来 我们精妙的那些剪接 精妙的蒙太奇 因为真的设计的很精妙 大家今天看一些 当年的末片 那剪接 那蒙太奇 就是逼着你没办法 你没有手段 你就逼着你 把这个仅有的手段 就做得好精妙 好精妙 就像你没有手枪 你剑法练得很漂亮 很漂亮 哇 这套剑法练了这么多年 最后哥们拿一把枪来了 刀 你说哎呦 这好粗俗 那没办法 科学在进步 就这么粗俗 就刀一枪 末片确实有很大的魅力 我自己拍到第一个电影 那时发开 大家看看 我就拍了一段末片 你又觉得好右翼 好壮逼 就那时候装逼装的 自己好高兴 而且还要调装黑白的 就差没把那速度 调装十六格了 他还在开吗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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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去呀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大家看漠片觉得好好意思 嘖嘖嘖嘖嘖 大家往前走好快 因为那个时代的 首先十六格 你没那么多胶片 那刚开始的时候 哪有那么多胶片 你二十四格 你再升个格 四十八格 慢动作了 你再弄一九十六格 哪有那么多胶片 十六格 而且这十六格呢 是手摇的 这手摇啊 有一问题 他有的时候摇的是十六格 有时候哥们就累了 就摇了一十五格 有时候摇一十七格 所以当他放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就很奇怪 这些人走得不但快 而且他动作还不匀 因为那摄影师摇的时候 摇的不太匀 所以这根本又是快点 又是慢点 有关默片上来 为什么是十六格 跟大家多聊一句啊 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验数据 就是如果低于十五格一秒 每一个画面 如果长于十五分之一秒 人就记住这个画面了 他就不会感觉到 这个画面是连续的动作 他就看到的是一格一格的画面 所以十六格 基本上就是最低的 让大家看到这画面连续在动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 当然了 如果你是用十六格拍的 用十六格放的 那看上去当然就是正常动作了 我们今天看到默片觉得好有意思 巴巴动得特别快 其实主要原因是我们用24格 就是现在的电影放映 24格的速度 去放那十六格 那可不是他就快起来了吗 相当于你每一秒钟放的是原来拍摄一秒半的东西 但是实际操作中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所以电影艺术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向前仅仅一百年发生了多次革命 从无声电影变成有声电影 那是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 突然间就从一千几百个镜头 而且七十分钟六十分钟的电影 变成了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几百个镜头的电影 因为每个镜头就可以延长了 一个镜头的信息量空气来大 我可以跟你说话了 我可以说我爱你 你可以说我也爱你 你可以说滚 那这个镜头就可以拍下去了 那就完全变成另一套电影语言 在有声电影的电影语言里 其实是相当程度的颠覆了无声电影的那种精妙的剪接 变成了另一种 因为声音要剪接了 过去剪接的时候只剪画面 那现在剪接的时候声音也要剪接 就变成这个画面还没完 你突然听见了有人开门的声音 你觉得好奇怪 剪接的镜头才剪过去 说那个人开门进来 叫声音提前 或者声化同步 有各种各样的剪接方法就都出来了 然后就是技术向前发展 在黑白电影时代奠定了 大量的到今天为止电影的很多的语言跟规则 其中包括长度 我得说刚入这个行 我还老奇怪 我说这电影 谁规定的非得90分钟到120分钟 为什么不能拍五个小时 当然了 有个别特别拧摸的电影 我也看过这个四个多小时的美国王室 剧场远没有原版 那个俩多小时的好看 之前咱们讲天然电影院的时候 我也讲过 看过那个很长很长的导演版 结果也很boring 美国王室 大家就不用去看 那太长了 我是睡着了好多次 最后把那个四个多小时的才看完 后来看到西齐克克说一句话 说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电影为什么两小时长 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憋尿的极限 憋住了尿 然后看完两小时 所以为什么大家叫全程无尿点 就是这意思 西齐克克说的 我估计是道乐 说人的憋尿极限 但实际上是 大家经过很多很多测试 发现两小时是人类的 注意力的极限 就超过两小时 人类注意力也不行了 也分散了 所以电影的长度 基本就固定在这里 这个有点像战斗机 战斗机开始的时候 技术不够 那只能飞出100公里 200公里 到后来越飞越越飞越 但是它还是有个极限 这极限也是跟人的体力有关 战斗机虽然能飞得更远 那飞行员受不了 飞行员飞出去快饿死了 你总不能在里边 再带一锅 再带一铲子 然后再带一尿盆 给飞行员弄 那战斗机不像轰炸机 轰炸机上可以有厕所 战斗机上每一克 每一公斤的重量 都影响到性能 所以电影也是 之后大家说 咱们就设计成这么长 然后再到了彩色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革命 到彩色电影一来 我们那优雅的灰没有了 我们那优雅的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更真实了 于是电影语言又产生了 向前进展 就能拍到更真实的东西了 能拍到更血腥的东西了 最起码 那你黑白电影时代 你只能靠精神吓唬人 因为你砍人家一身是血 人家也不害怕 因为反正黑白都看不出来 那就各种各样的新的语言 又上来了 然后再下一次革命 就是没有交骗了 每一次革命 大家都疯狂了抵制 因为大家爱这个艺术 前几次革命 我是没赶上 但是胶片没有了 那个革命 我是赶上了 我跟所有的电影人 一样是疯狂的抵制 那个没有胶片的拍摄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胶片转动起来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相当于是宗教 就全剧组因为胶片在转动 每个人都对自己说 我拍的是电影 甚至在电影时代 我上学的时候 电影都不叫电影 直接就叫胶片 然后接了一个电影的演员 就特别高兴在学校里到处说 哥们接了一胶片 不光是演员 导演 摄影说 哥们接一胶片 胶片的意思就是 哥们接一电影 那就特羡慕 然后你接一什么 是我接一磁带 磁带的意思就是电视剧 哥们接一磁带 然后就觉得自己好丢人 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间说 都改磁带了 就是那种感觉 什么全改磁带了 那精神上完全接受不了 那胶片实在是有偏比的 那真的见功夫 胶片实在连一个摄影助理 都见功夫 那电影圈摄影系 上来的基本功训练 就要在一个黑口袋里 35秒钟换胶片 什么叫换胶片呢 就是胶片的大盒 是1000尺一盒 这么大 但是装在摄影机上的胶片 是400尺一盒 然后这盒拍完了拿下去 然后马上要从 那大盒胶片里 往摄影机上这盒里 倒那个胶片 往里倒400尺胶片 然后倒进去35秒钟 而且是忙着 因为那胶片一见光就完了 没法拍了 所以在那个黑口袋里 35秒钟 刮完胶片 马上喷那个镜头 然后刮上那胶片 开始拍 那种感觉是极好的 而且那偏比之重要 那个时候演员是什么功底 谁让你演30条40条 哪有那胶片 那时候说 哥们接一胶片 接着就跟 接着片比多少 说1比3 哇 你们电影真好 像凯歌导演 他们那个 那时候我们拍一个电影 拍一胶片在上映场 我跟黄磊 黄金松 主义屋 我们当时1比2点几的片比 我们都觉得还行了 然后就看到人家风月剧组进来了 后来就大家到处说 你知道人家偏比多少 人家偏比一比诗 大家就哇 偏比 然后就疯传 陈寨哥曾经让一个演员演过47条 大家觉得哇 你看人家那才叫胎片 咱这拍三条 再不行也得过了 因为没胶片 你要再拍 旁边制片主人说 导演导演 没胶片了 就8万尺 总共8万尺胶片 我还记得我拍到第二部电影的时候 是偏比高了很多很多 第一部电影片比特别低 就周迅他们演的那个《纳石花开》 第二部陈寨明他们演的电影的时候 已经有了8万6千4百尺 我大概都记得 因为那时候做导演的脑子 天天在想8万6千4百尺 8万6千4百尺 怎么安排这东西 所以那时候电影 真让你拍十个月 你也拍不了 因为你没那么多胶片 所以差不多就几十天拍完 我还记得特别逗 每本必须400尺拍完 拍《金飞翔》的时候 最后拍完的时候 还剩大概半本胶片 我说那咱们别浪费啊 咱必须得把胶片最后一尺都拍完 那拍什么 我说那拍《落叶》吧 然后全组就特别高兴了 坐在那儿 因为终于也不用演戏了 大家快杀青了 就等着喝三银酒了 然后架起胶片 机器在那儿 看着一棵树 特别幸福的 然后就等一片《落叶》 等一片《落叶》 说《落叶》要落了 开机 叶子落下来 停 叶子落完了 说还剩七格 拍合影 然后全组组 站在那摄影机前头 用摄影机开机 最后七格 拍了七格合影 就是胶片时代那种幸福感 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 而且你有一种说 我们真的是在搞艺术 门槛很高了 我们在干这事 今天说虚了 再来一条 那时候虚了 你给助力一脚 说你知道胶片 大家一条胶片没了 虚了 真的就是演员全都是那种 哥们一条过 就全得来这个 那时候是真功夫 小鲜肉活在那时候 是绝演不成戏的 因为那三条必须过 那小鲜肉 那功力是绝对干不了 今天小鲜肉无所谓了 今天数字化 你拍一百条也没事 不然大家陪你拍呗 听说今天也不拍了 在家里比伙比伙 就都抠相去了 已经 那时候歌手也一样 那会儿歌手真功夫 旧异鬼 而且还没法来回来去剪 唱成什么就啥样 因为那时候模拟录音 开盘这么大录音带 一共二十四轨 能想你只要一录鼓 八轨没了 你再一录悬夜 又八轨没了 这十六轨就没了 这贝斯还有一轨呢 吉他 好歹弹四轨吧 因为吉他前面有solo的 吉他后边有 扒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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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 没了 二十三轨没了 每次编曲的时候都说 哎哟大哥 给我浏览鬼唱吧 那边就说不行 这还得一小铃铛 这小铃铛也得单独有异鬼 还有异鬼是点 好多歌手说 哎哟我不知道从哪进 那你还录什么音 今天多容易 各种提示 各种点 甚至还有饭唱 各种东西给你 那会儿最后说 没鬼 没鬼把点洗了吧 后来小柯老师发明一下肉点 唱 就得自己拿肉打点 因为没鬼 那个时候的真的是真是高超的技术 今天大家混录怎么混录 包括电影混录音乐混录 是记录混录 就在这调这电脑记录了 然后在那调那个电脑记录了 几百鬼都不怕 反正就慢慢混 那个时候电影混录怎么混 那真是大师 一个大师带着一堆助理 这台子这么长 全体看着荧幕 这边推音乐 音乐还分很多鬼 这边推骨 全音起 然后对白 起 拉 动效声 车过 你为了显示车 是这么过去的 车推起来 再拉下来 有一个人没弄好 全从来 因为他不能记录 模拟时代是不能记录的 一会儿这儿 跑出一事 就给他一脚 大家全没干了 全从来 所以那时代真是全是大师 但是你没办法 可以再进度 你总要接受这种革命 当然了 每一个革命 刚开始抵触抵触 后来发现 它也有很多好处 也有很多 最后大家都接受了 那又产生了新的电影的拍法 新的电影的革命性的语言等等 那今天的上一次大的革命 就是向两个方向去发展了 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贵的高科技 大量的CG电脑 以前的孙悟空抠笑 然后还带着金边的天上飞 以前还吊着V 还得擦V 现在什么都不用 然后电脑就全做了 我小时候看斯特凡大工 古装系进攻的时候 八个方阵真的上八万人 那时候就得来 一个大方阵 一万人上了 真的一万人 一万身衣服 大家想想 一万支兵器 多匹马往上跑 现在都没事了 现在前几派人真的 后边全是电脑灾的人 电脑灾一百万人都没关系 另一个方向呢 我觉得也是同样伟大的方向 就有了新的器材 单反 这个单反能拍电影以后 简直太革命性了 因为过去的电影 门槛特别高 这门槛高到 你首先你得有一堆 家伙事你才能干 他不想写诗 写诗哥们没电脑 哥们拿根笔我也写了 但是电影的门槛太高了 你说我好多想法 好像没用 而且你也没法实践 那时候的电影新手进来 被摄影欺负死 导演说 咱们这么拍吧 咱们这么拍吧 摄影说拍不了了 你这镜头够不着 或者这镜头 那不行 穿帮了 那没法布置 那光灯摆哪 等等 因为你没办法实践 你只能这样 学电影的时候都这么学 那时候我记得 在电影上学的时候 有那种特认真的学生 到学生的厕所里 一看哥们蹲那还坐 还练呢 但你练这个没用 因为这永远是55的头 你拍电影 你不能永远拥有55毫米的头 那你18的头 你怎么看见这个世界 你没有感觉 你不知道18头什么样 135的长焦 250的 你怎么看见这个世界 景深怎么贴到一起 你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这门槛非常高 即使进了电影室 也没那么多器材 因为器材太贵了 大家想想 阿来的这套东西 机器 胶片 胶片多贵 胶片还分成了日光片 夜光片 然后室内的 室外的 什么5297 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门槛极其的高 自从有了这个 以这无敌兔为代表的 就是佳能起了这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应该这么说 在电影的前面 柯达公司 阿来公司 这是伟大的公司 推动了电影 向前发展很多年 柯达公司几乎记录了人类 最伟大的电影历史的一百年 佳能公司跟上来 发明了这么一玩意 这玩意就这么点小 这么点小 不但普及了 而且就这么点钱 两万多个钱 过去花几十万美金一个 不光是机器那胶片贵 还有所有配套设备贵呢 你想那摄像机这么大个 上面装这么大一个胶片 当时你要想拍一个 跟着它动的镜头 那个费的劲太大了 当然你扑轨是可以 但扑轨你没有呼吸了 在家很多地方没法扑轨 那怎么办呢 他们叫斯坦尼康 我那时候入行的时候 什么叫斯坦尼康 后来一看 其实就是steadycam 就是个稳定摄影机的意思 那小东西有多吓人 五六十斤的那套装备 整个绑在一个人身上 这伸出好几个 炒鸿黄的这么一个稳定架 然后再装一个 好几十斤重的摄影机 整套东西下来 比这哥们自己的还重 这哥们拿着这摄影机 为了让它稳定 它得整个人向后倾斜 倾斜到一定程度才可以 然后它还得跟住你往前走 然后它还得这样那样 就光着一套东西 也不说它价钱超贵 我记得那时候拍电影的时候 特别倒霉 算了半天跟制片人说 我只能给你一天打炮 我只能给你三天斯坦尼康 你看吧 结果导致艺术创作规律 都得跟人家改 因为器材的限制 你只能说 那我只有三天能用斯坦尼康 而且这人也贵 全中国 当时我入行的时候 能会用这个steadycam 拍电影的人 我猜加下来不超过十个人 就李宝全什么 当天了都记得那些 牛逼大腕的名字 因为他们会用斯坦尼康 这种人也是爷 爷就来这么几天 然后你还得仰着他 说你不拍 你每天用一个镜头 机器设备 人都仰不起 于是只好他来的时候 把所有需要 用斯坦尼康拍的镜头 全部集中在三天拍完 这个东西 跟创作规律就不一样了 相当于你拍很多场戏的时候 说这一个镜头露下来 先别拍 等着 又拍那张戏 这个镜头先别拍 等着 直到李宝全来了 然后捆一下东西 然后快点到这拍这镜头 然后再拍那 演员都接不上戏 因为演员最好是一起合成演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 这么演要去 场跟场之间可以调过来 是没问题的 演员说 我先演我死了 那场戏 然后再演我生下来 那场戏 这是可以的 但在一场戏里 说漏了个镜头 等到突然间 让我再坏人装 就演的一个镜头的时候 演员自己也懵了 然后你美术 也得恢复这场景 等等的 因为器材的限制 电影门槛非常高 很多有才华的人 就被挡在电影这个门外了 现在有了这单反 以及围绕了这单反的东西 产生了那么多的 便宜而好用的器材 现在的Steady Cam 就这么轻 然后怎么走都行 举起来到这都行 你到这也行 你过去的Steady Cam 如果你要低到这个程度 要把整个机器拆掉 把这摄影机倒过来装 装到底下 它还能低着拍 要不然就低不下去 因为它这么架着 导致新的拍摄方法 不但是大量的年轻人 可以来拍电影 而且导致新的 各种各样放机器的方法都有了 大家看到什么 Breaking Bad 这种各样的大戏 包括钢铁箱的大戏 也用单反拍 而单反的机位就无所谓了 来吧台都没关系 因为那成本又没什么 也不用胶片了 大家就拍吧 再有一种 你要拍云 哇流动 你要拍帝国大厦 从早晨到晚上 那你就一格一格拍 这种东西 也用单反拍 因为其实单反的画质 比摄影机那35毫米 那个画质要好很多很多 单反单幅可以放得很大很大 拍照就当成单反拍了 所以那剧照能放得很大 很大的海报上 电影现在就像这么点小 35毫米 剪出一格来以后 一放大发现 不行 根本到不了 所以单反的画质 实际上是比电影胶片更好 所以它就能拍电影 它是能拍出更好的那种 画质跟那种像素 但是单反又有一个缺点 咱不能说什么都好 单反最大缺点 就是拍高速不行 所谓的高速 就是拍出来 最后放出来是慢动作了 这个能力 它不如专业的摄影机好 但是大量电影足够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 又出现了叫无敌佛 这无敌佛比5D2 又推进了一大步 尤其是可以用 自己的手机当健身器 你就不用眼睛 跟相机在一起了 你可以把相机 放在任何一个奇怪的角度 任何一个奇怪的高度上 用你的手机当健身器 遥控它 这对所有的年轻拍电影人来说 那省了多少的设备 导演经常自己说 拿大剑 导演自己也幸福 以前导演的摄影差一点 差一点 现在导演说 你驾机去拍 我也拿一机去 我也拿一单反 我拿一长焦 然后你们拍的时候 我自己在人群里 掉一镜头 导演就很高兴 说你看 我拍镜头挺好 用上了 自己就能驾机 就能干了 自己能当导演 能当摄影 自己能写个剧本 就能拍个短片了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 再上来以后 这些东西全都用上了 再加上这个小无人机 也上来了 过去拍一个航拍 我的天 几十万美金 就光一个直升机下边 掉的一个稳定价 就几十万美金贵 因为你真的上去 我就上直升机拍过来 那直升机不用稳定价 为了省点钱 根本没办法拍 那直升机抖的 摄影都已经吹风了 说哎呀 你太痛苦了 把它拿一个木头板 伸出去 绑在外头摄影在那拍 最后摄影吹的 嘴都歪了 下来镜头一个都不能用 因为那飞机抖 你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来遥控器 小机器飞上去了 然后哇 不但能拍航拍 还能跟着你 在走廊里都能航拍 我觉得技术的进步 这一轮的革命 像这两个方向发展 给了电影巨大的生命力 像那个昂贵的方向 哇 电影变得那么宏大 但是像这个方向 电影变得那么丰富 你breaking back里 你可以把这机器 放在马桶里 你可以把机器 放在冰箱里 你过去那大摄影机 你要放马桶里 你得单坐一马桶 要不然没法 把大摄影机放马桶里 你放冰箱里 你单坐一冰箱 那现在都可以到处放 那当然了 其他的好处更有了 小鲜肉也没问题了 今天小鲜肉演戏 无所谓 拔台机器一起转 那你就说 你只要有一条演好了 八个机位全都抓走了 你就可以当端演艺术家了 当然现在录音也舒服了 小鲜肉来唱三十轨 反正有的是鬼 一千零二十四鬼都有 唱唱完走了 然后歌里特别痛苦的 开始把每一鬼听一遍 说这鬼这个字唱得还不错 抠出来 放在这 再找一个字 叫第二十五鬼 这个二十五鬼 这个字唱得不错 抠出来 小鲜肉哪知道我们的痛苦 他唱完他走了 我们这一个字一个字拼 给他拼到一起 还有拿autotone 调他的不走调的地方 听出来也不错 这技术的进步导致 表演艺术家也容易当了 导演也容易当了 但是总的来说是进步 我从来没有认为 小鲜肉真的是抢了 表演艺术家的饭碗 小鲜肉抢不了 表演艺术家的饭碗 小鲜肉其实是 对我们行业有巨大推动力的 是他们自己开创了 自己的新的市场 原来那种拍电影的方法 表演艺术家还是有自己的市场 大家还是有人看 我不是要解个小鲜肉的意思 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 很多人没有经过 严格的表演训练 唱歌训练 但是你有粉丝 小鲜肉就可以演戏了 那因为技术进步 你都可以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事 就单反加入了 大家就都可以了 现在我回头想想 我那个时代 有多少热爱电影的人 最后由于差这么一点 就没有进入电影这个门 这一辈子遗憾终生 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他永远在想 其实我当时差那么一点 我就能拍电影了 但是没办法 就是那么高门槛 现在就是你只要有才华 你只要有俩单反 一个也行 你就可以拍电影 当然了 单反还能拍另外一种电影 大家看到什么 《僵尸新娘》等等 都是用单反拍的 但是那种电影 我真的佩服这种导演 那个真太有耐心了 像我的吉辟直拍 那一拍拍一年 就是一格 然后就上去把那人动一点 然后再拍一格 那哥们上去再动一点 我后来去参观他们那些studio的时候 我还问他们 我说真的是从第一个镜头 到最后一个镜头 每一个镜头都没有用电脑CG 都没有用电脑做 真的就是一格一格用人动 人说真的 就是跟电脑做出来的不一样 我经常说呼吸 这么做出来的那种东西 比电脑做出来的那种东西 更有一点呼吸感 这么有这种电影 而且这种电影 每次出来票房都还挺好 因为大家对这种东西 非常的喜欢 所以单反你看 不但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方式 就是这种逐格拍的电影 而且把电影的门槛 极大地降低了 未来可能单反都不用了 未来可能拿手机都能拍了 所以电影艺术 虽然才诞生了一百多年 但是它的快速而长足的进步 超过了其他六大艺术 这么多年的奋斗 所以希望大家热爱电影的同学们 拿起一个单反 拍出自己的作品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